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甲午战争 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了日军攻占了旅圣口 李鸿章花了重金建设的旅圣基地 让日军非常轻松的就给攻破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场旅圣口的战役 这次战役 清军可以说不是败在武器上了 清军以前打不过西方列强 可以说是气不如人 武器不如人家 但是这次跟日军打仗 清军的武器并不比日军差 甚至可以说 清军在旅圣口拥有的炮台群 在武器方面是比日军更有优势的 同样是旅圣口 十年之后日俄战争的时候 俄国防守的旅圣口 用的就是清军留下来的炮台 他们让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日军付出了伤亡5万多人的代价 才拿下了旅圣港 清军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被日军给打带了 我们可以说 完全是败在了体制的问题上 首先是怀军的训练有问题 怀军的武器买的是西方最先进的武器 但是用武器的士兵却没有经历过近代化的训练 我们说 清朝和日本在加武战争之前 军队学习西方的思路都是一样的 都是跟最好的学 海军学的是英国 陆军学的是普鲁士 清朝和日本都是西方的学生 但是日本学习的更彻底 日本的军官体制 无论是海军还是陆军 都完全是照搬西方的 军官的教育 士兵的训练 包括军衔荣誉 都是完全复制 清军就不是 清军虽然买了最先进的武器 但是制度并没有学 用的还是绿营的制度 海军还要好一点 因为清朝之前没有海军 所以北洋海军在建设的时候是全新的 海军请的教官是英国人朗威里 朗威里的训练是很严格的 所以我们看在甲午海战里面 北洋海军至少还很像样的打了一张 海军的士兵是整体素质比陆军要好得多的 陆军由于体制的问题 只能沿用绿营的体制 还是练兵不练将 军官没什么荣誉感 清朝整体的冠场制度都是众文清武的 武将没什么荣誉感 陆军的军官也都没上过军官学校 没经历过长期的培训 海军的军官我们之前说过 大部分的海军军官 都是在国内学习了五到八年 然后还有很多出国留学了两三年 所以海军的军官是经历过近代化军官培训的 但是陆军军官就完全没有 没有经历过培训 陆军练兵也练的只是样子工程 所以真正上战场了 日军打的就是比清军好 清军很多将士和士兵他们并不缺乏勇气 他们拿的也都是最先进的武器 但是就是打不过日军 问题就出现在人的训练上 更根本的问题就是清朝的体制问题 绿营的体制不改革 买再好的武器都没用 这是第一个问题 训练的问题 体制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中央调度机制的问题 清军守旅顺口的兵力有14700人 这14700人里面的新兵居然有11000人 以前那些已经训练好的能很好的操作炮台的老兵 都被调到亚鲁江前线了 临时调过来守旅顺的都是新招募的 没经过训练的新兵 李鸿章想调其他的部队又调不过来 所以清朝的调度有很大问题 日军是在开战之前就成立了大本营 无论是进攻的计划还是整体的调度都非常顺利 所以这就是清朝体制的问题 清朝这个体制啊 他不仅调度有问题而且内部的政治斗争还严重的影响了前线的战场 今天我们讲的守护威海卫的战役就是最严重的被政治斗争影响的一场战役 好了我们就是简单的总结了一下 前面的旅顺口的战役 那下面我们来讲今天的主题 保护威海卫 日军在占领旅顺之后 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威海 因为日军的上一个目标除了占领旅顺港之外 最重要的目标是摧毁北洋海军 但是他们在旅顺港并没有拦截到北洋海军 所以他们把下一个战略目标就定在了威海 其实当时已经到12月份了 12月份天气已经非常寒冷了 并不适合作战 但是日本大本营还是决定登陆威海消灭北洋舰队 日本大本营迅速调整了第二军的编制 组建了一个新的兵团叫山东作战军 总司令还是原来的第二军的司令大善言 日本山东作战军的总兵力有3万人 他们有一部分已经在大连了 还有一部分仍然在日本本土 日本的计划是把所有的兵力全部都集中在大连 然后走海域 在威海的附近登陆 他们挑衅的登陆地点就是威海东路的荣成湾 这是日本方面的作战计划 我们来看看清军在威海的防守情况 威海基地是北洋海军除了吕顺港之外 另外一个重要基地 威海有天然的海湾 海湾的水域面积比旅渗口要开阔 海湾里面有一座岛屿叫刘宫岛 威海湾的入口被分成南北两个水道 刘宫岛在中间正好是抵住中流给威海卫做的遮挡 威海军港的设施主要都是集中在刘宫岛上 刘宫岛上面有T都公管 T都公管就是丁鲁昌的寓所 这是北洋海军T都唯一的法定驻结地 相当于是北洋海军的司令部 威海军港也是北洋舰队长期停泊的港口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舰队上官兵的家就暗在这里 官兵的家眷生活的房屋都建在刘宫岛上 威海军港的防御 使刘宫岛上的炮台和陆地的炮台相互呼应 形成了非常坚固的防御阵地 陆地炮台是在海湾的南岸和北岸分别修筑的炮台群 也叫南岸炮台和北岸炮台 南岸炮台群包括恶守海口的龙须嘴 鹿角嘴、赵北嘴三座海岸炮台群 还有阳峰岭、谢家索、摩天岭三座陆炮台 北岸炮台群的规模更大 包括有祭祀台、黄泥沟、北山嘴、博顶、九峰顶、河台滩等炮台 刘宫岛和南岸炮台之间还有一个日岛 日岛上面也有炮台 所以整个威海基地的守护 由刘宫岛炮台、日岛炮台、南岸炮台和北岸炮台来组成 总计有各种火炮100多门 火力十分强大 驻守威海的陆局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守卫海岸炮台的陆局 一部分是守卫刘宫岛炮台的陆局 守卫刘宫岛的陆军是护军 护军有2000人 这支护军的前神是怀军最早的清兵护卫营 是怀系里面非常精锐的老部队 护军的统领是张文轩 张文轩是李鸿章的外甥 所以这支护军、这支军队 绝对是李鸿章的嫡系部队 是怀军里面精锐中的精锐 李鸿章把这支部队派住在威海 也能看出来他对威海的重视程度 守护海岸炮台和日岛的 是隋贡军 隋贡军有5000人 统领是戴宗谦 隋贡军是1880年的时候 在吉林边连的军队 后来在威海开设军港的时候 隋贡军就被调到威海来 参与了基地的炮台的修建 炮台修建完工之后 隋贡军就就地住房 变成了威海陆军的主要守军 这支隋贡军的装备很精良 配备的都是新式的武器 统领戴宗谦也是很得到 李鸿章器中的一员大将 但是隋贡军的问题就是 人数有点少 一共就5000人 这5000人要分手100动能火炮 平均每个炮位只能分到50个人 这样的话 隋贡军就完全没有机动部队了 要是想组成机动部队 只能临时地从各个炮台的 守炮台的士兵里面来抽人 那这样炮台的防御就空虚了 所以威海卫的机动部队 要靠山东省的军队来配合 山东省的军队就需要 山东熏府来调度 在守卫威海的战役里面 就是山东熏府的调度出现了很大问题 我们先来说一下山东的管辖结构 威海属于山东省管辖 李鸿章的职务是直立总督 他管不到山东 山东的军队他调动不了 但是从海防体系来说 威海建由海军军港 李鸿章的另外一个职务是北洋大臣 北洋大臣管的范围 那就是北方的海军军港都归他管 所以他能调度守卫军港的军队 确切的来说 是威海军港建成之后 驻守军港的都是李鸿章调来的怀军 李鸿章能调动的也就是这些怀军 而山东省的其他军队都是归山东熏府馆 山东省的军队有八旗兵 有绿营兵 有炼子军和永营等军队 加到一起有将近三万人 这三万人看起来人数是不少 但是驻守的很分散 平时分散驻守在的地方有 烟台 有登州 郊州湾 青州 济南 武定 衍州 曹州 等等山东各地 要是想把这些军队集中到一起 来一起作战 就需要山东熏府的调令 而且呢 为了维持当地的秩序 也不能全部都调出来 还有 就是这些军队里面 就松武军是比较有战斗力的 其他的军队训练的很差 装备也不好 跟怀军都没法比 威海要是想能够守住 山东本省的军队就很重要了 所以李鸿章跟山东熏府的配合 是很重要的 山东熏府本来是徐润 徐润是一个很务实的官员 跟李鸿章的配合也很默契 但是呢 在甲午战争刚刚开始爆发之后 1894年8月份 朝廷突然下旨 把山东熏府和安徽熏府对调 徐润被调到了安徽就职 新来的山东熏府叫李鸣恒 为什么会临政换将呢 这就是朝廷里面的政治斗争了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李鸣恒 李鸣恒祖籍山东 他没考客举 是家里面出钱捐款买的官 他最早是在直立早强县当支县 然后升到冀州当支州 几年之后升到永平当支府 当时的直立总督是李鸣章 所以李鸣恒自然就属于李鸣章的怀戏的官员 李鸣恒在当支府的时候 有一个旧案子被立部给追查了 要给他降级处分 当时李鸣章上奏 给李鸣恒转还 但是到最后呢朝廷给驳回了 李鸣章也就没再保他 李鸣恒这次被立部给彻查这件事 李鸣章当时是直立总督 不可能完全不知道 李鸣恒被降级之后 他是否就从此开始记恨李鸣章了 这个咱们就没法考察 但是受过处分的李鸣恒 他就改阵营了 很快他就投到了张志动的门下 张志动是当时清流党的领袖 他和李鸣章属于两个派别的 李鸣章是洋务派的嘛 所以呢李鸣恒就改到对方的派别了 他改到张志动的派别之后 张志动开始给朝廷推荐李鸣恒 李鸣恒受到了重用 几年的时间 他就做到了安徽巡抚 李鸣恒做到巡抚之后 他也变成了清流党在地方的实力派人物 甲午战争爆发之后 1894年8月13号 李鸣恒进京 接受光绪皇帝的召见 给光绪皇帝推荐李鸣恒的 正是清流党的领袖汪通和 光绪让李鸣恒做山东巡抚 同时给李鸣恒派了一个特殊任务 让李鸣恒去山东上阵的路上 假借商量军事的名义 去拜访李鸣章 去查看一下李鸣章的病情 看看他是不是已经病入膏肓了 光绪为什么会认为 李鸣章已经病入膏肓了呢 这是朝廷上面的权力斗争了 自从光绪皇帝亲政以来 皇帝的老师翁通和 在朝廷中枢的势力迅速作大 形成了他自己的势力 尤其是京城里面的清流党 都以翁通和为领袖 翁通和和洋务派的李鸣章 就成为了政治上的敌人 翁通和一直都认为 李鸣章把持了怀军和北洋海军 他想让李鸣章交出军权 在甲午战争还没打之前 就是因为翁通和的主张 导致北洋海军无法采购 甲午战争在开始之后 光绪帝和翁通和都是主战派 翁通和手下的青东党 听听都在弹劾李鸣章 和弹劾李鸣章下面的将领 他们不是弹劾这些将领不肯出战 就是弹劾他们作战不力 这些清流党一开始 还不敢直接弹劾李鸣章 李鸣章的手下就遭殃了 海军提督定如昌 在打黄海海战之前一直都在被弹劾 就差被割去关职了 陆军里面李鸣章最得力的 淮军将领魏如贵也是被冤枉致死 自从在朝鲜战败之后 连李鸣章都被弹劾了 有一个集市中叫于连软 于连软上奏弹劾李鸣章 说自从开战以来 李鸣章一味胆小畏缩 一物大局 是因为他已经衰落昏庸病入膏肓 每天都要靠服用洋药来续命 朝廷千万不能再专用李鸣章了 否则耽误大局 毁之万一 当时清朝的言官上奏 很多时候他们根本就不去分辨 事实真相是什么 很多弹劾的内容都是捕风捉影 甚至是捏造的 反正就是事实是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语出惊人 重要的是能体现出来自己很爱国 光绪听这样的话听多了 他就有点相信了 所以他就听信了翁同和的推荐 让他们认为能够看当大任的李炳恒 去驻守山东 让李炳恒还去试探一下 看看李鸣章是不是已经真的病入膏肓了 光绪的潜态词就是 李鸣章如果真的身体不行了 那就赶紧把他换掉 所以这个李炳恒 是清流党派出来的官员 是专门跟李鸣章的怀戏作对的 他到山东就任 对于危害的防御来说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李炳恒去天津拜见李鸣章 当然他没看到李鸣章有什么病情 他就继续去山东上任了 9月11号李炳恒到达山东 正式开始布防 李炳恒把布防的重点 放在了危害 登州 烟台和骄傲 他认为危害和登州是最重要的 其次是烟台 最后是骄傲 这几个地方 危害已经有李鸣章的怀军在驻守了 不需要他再做什么 登州没有炮台 他调了一些古董炮台来设防 然后调了松武军的四个营 到登州驻防 李炳恒他自己坐镇在烟台 他给皇帝上报的是 说烟台在登州和危害的中间 他可以聚中调度 而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烟台是当时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 有大量的各国使馆和洋人的商业 所以相对来说 烟台受战火波及的可能性很小 而且烟台修建有很多炮台 还驻扎着总兵孙金彪的四营松武军 所以烟台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 李炳恒把他的布房都上报给光绪皇帝 实际上他的这些布置都是上一任许认布置好的 只不过是他给正式做报了 就都变成了他的功劳 他冒功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 他的布房里面露了一个很关键的地点 就是荣城湾 我们从地图上很清楚的就能看出来 对于保卫危害基地来说 最可能遭到攻击的就是危害左右的两个地点 左面是烟台 右面是荣城 福润在卸任之前 他就已经在和李鸿章商议布防荣城了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布置就被调走了 李炳恒来了之后 李鸿章发现他并没有在荣城布防 李鸿章就亲自给他发电报 用商量的语气来请求他加强荣城一带的防御 李炳恒在收到李鸿章的电报之后 并没有给他任何回应 李鸿章再次给他发电报 说荣城湾防向是天然的避风杠 一旦进入冬季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但是李炳恒还是没有反应 也没做任何安排 日军在侦查登陆地点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了 荣城湾气势非常好的登陆地点 又没有防守 他们就选择了在荣城湾登陆 李炳恒进驻到烟台之后 他调集山东省内的军队开始加强防御 名义上是保护危害 实际上他是把机动部队全部都调到了烟台附近 更像是保护他所在的烟台 但是他在奏折里面却是滴水不漏 外人根本看不出问题 所有的调度 所有的布防看起来都是在保护危害 只有李鸿章看到他的布防之后 在天津干着急 李炳恒给光绪皇帝上奏折 除了汇报布防的情况之外 还配合朝中的清流党 一起参合怀西的官员 自从吕顺沦陷之后 清流党又掀起了一轮 针对李鸿章怀西的攻势 李炳恒作为地方实力派人物 他也开始和朝中的严管相互配合 联合作战 11月28号 李炳恒上奏 要求诛杀一些怀西的海陆军将领 朝廷并没有给了回复 12月12号 李炳恒再度上奏 他直接点名 说应该处死一些怀西将领 他列的名单里面就包括了丁汝昌 他把志远舰的沉默 说成是丁汝昌不肯救援 把大连丸的失败 说成是丁汝昌带领军舰 逃跑切战 他完全就不顾战场的真相 仅凭他自己的意向 就在弹劾在前线打仗的项领 最关键的是 眼下是防卫威海贝的关键时期 他和丁汝昌本来应该是 海陆军配合作战 他到了山东之后 却根本就不去见丁汝昌 而且还上奏弹劾丁汝昌 就说明他根本就没想 跟丁汝昌的海军合作 对他来说 威海基地是李鸿章的 北洋舰队也是李鸿章的 能不能保得住 他根本就不在乎 我们再看李炳恒的作者里面 还有更离谱的 他在弹劾丁汝昌的作者里面 同时还弹劾了另外一个人 他弹劾了魏汝昌贵的弟弟魏汝昌 就在防御吕顺的时候 由于吕顺的主力部队宋庆的异局 被李鸿章调到了鸦路江前线了 吕顺的兵力就不够了 李鸿章让魏汝昌临时招募了一支部队 从天津出发支援吕顺 李炳恒在作者里面就弹劾魏汝昌 说魏汝昌在去吕顺的路上 宋荣士兵沿途骚扰百姓跟强盗一样 就像这种啊 弹劾前线的将领骚扰百姓 这样的论调是严官们经常使用的 他们甚至都不用送出一证据 张嘴就来 但是李炳恒这次弹劾的实在离谱 因为魏汝昌走的是海陆 他们是从天津用商船运兵到旅顺 不知道在茫茫的大海上 又怎么能宋荣士兵去骚扰百姓呢 所以说光绪派李炳恒这样的官员 到山东守卫威海 实在是给李鸿章添乱 威海就在这种情况下 迎来了日军的登陆 日军的登陆地点 就是李炳恒毫无防范的戎承满 12月23号 日本军舰高千岁出现在戎承满一带 日军派出了侦察兵 在侦察登陆场地 怀疑军将领戴宗谦首先得到了情报 他得到情报之后 立刻就派兵到戎承满住房 由于戴宗谦啊 他只有5000人 全部都要用来防守威海南岸和北岸的炮台 所以他根本抽不出来机动部队 他只派了300名士兵到戎承满应急 然后他立刻通知李炳恒 都到这个时候了 李炳恒再当做没看见也不行了 李炳恒就拨了五个营的士兵 让副将颜德胜率领这五个营 前往戎承不防 然后呢他立刻是给朝廷上奏 表现出自己在探德情报之后 第一时间做了部署 其实呢他做的完全是表面功夫 他派出去的五个营 根本就不是军队 而是合防军 合防军是什么呢 合防军就是修理合道的民夫 他派这样的军队去荣城住房 完全就是在应付 1895年1月20号凌晨 日军开始在荣城湾登陆 日军的前几艘小山板在登陆之后 立刻就遭到了清军的袭击 原来是戴宗谦派过来的300人 一直在荣城警戒 他们时刻观察着日军的登陆过程 当时已经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了 晚上又是寒风凛冽 这些士兵能冒着严寒 在野外彻夜警戒实在是不容易的 当他们看到日军用小山板登陆 他们立刻开始开枪射击 刚刚登陆的日军看到居然有守军 也是吓了一跳 他们立刻就向远处的海军报警 然后坐上山板就往回逃 过了一会儿 日本军舰开始火炮覆盖 朝向清军的方向射击 日本军舰的火力 对清军这300多名步兵来说是压倒性的 这300多人很快就支持不住了 他们丢下行动炮退了回去 日军再上岸侦查的时候 荣城湾已经没有任何清军了 日军就开始继续登陆 这300名清军的士兵 虽然没能阻止住日军登陆的行动 但是他们的阻击 为当地的电报局换来了反应事件 当日本士兵冲进电报局的时候 发现有关日军登陆的电报 已经发到危害了 日军第一批登陆部队 从1月20号上午8点开始登陆 到下午1点全部登陆完毕 日军登陆完毕之后 立刻进攻荣城县 守卫荣城县的是 李炳恒派来的那五个营的民俘 这些民俘在听到有炮响之后 就已经人心涣散了 已经有人开始逃散了 当日军接近到荣城县1000米的时候 发现城门大开 还剩下的清军正在分别讨散 日军没费一枪一炮 就占领了荣城县 听到荣城失守的消息之后 李鸿章就知道 危害要不妙了 因为在前面的战斗中 李鸿章已经知道日本陆军的实力了 连装备最精良的淮裔军 都打不过日本陆军 煽动这些军队当然更不行 他唯一的指望 就是希望能够在日军登陆的时候 给予重击阻挡日军的登陆 现在日军已经成功登陆了 李鸿章就已经感觉到大事不妙了 日本第一批部队登陆之后 又开始了第二批和第三批的登陆 到1月25号 日军的山东作战军全部登陆成功 一共有34600人 数量上完全超过了 危害列的清军守军 李鸿章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可以在日军从荣城到危害的路上 在要外的地方对日军进行阻击 要进行阻击就得用到机动部队 机动部队只能是李鸣恒来派 而从荣城到危害的路途 也确实都应该是李鸣恒的防御范围 但是李鸣恒依然不肯出兵 李鸣恒跟戴宗谦说 说我要调集兵力 你先从驻守危害的炮台的部队里面 抽掉一些兵力 到前线去堵截日军 然后我集结好的兵力之后再去替你 戴宗谦相信了李鸣恒的话 他就从守卫海岸炮台的淮军里面 抽掉了三个营的兵力 让他的手下将领 刘树德率领这三个营 火速地赶往荣城方向 去阻击日军 戴宗谦以为他派的这些兵 只是暂时顶一下 等李鸣恒的兵力集结完毕 就可以填补上来 他们可以撤回来继续防守炮台 谁知道呢 就在戴宗谦出兵的第二天 李鸣恒突然通知戴宗谦 说山东省的军队全都派不过去 让他们自己去抵抗日军 戴宗谦这才知道上道了 但他也没办法 时间紧迫了 他只能让刘树德不要回来了 要再要爱设法阻击日军 李鸣恒也不是完全没出兵 他让松武军的将领孙万领 率领1200人去协助怀军 不过他给孙万领下的命令 是不要独立作战 只是配合怀军就可以 他不想因为守护危害 损失自己的兵力 他还让孙万领沿途收拢 赢得胜带领的那五个营的民夫 把那五个营的民夫收拢起来 一起去前行作战 所以呢 清军方面参与阻击日军的军队有三支 一直是戴宗谦派出去的 刘树德率领的三个营的怀军 一直是李饼恒派出去的 孙万领率领的1200人 还有一些是在沿途收拢的 颜德胜的民夫营 清军就只派出这么少的兵力 远远不是日军的对手 刘树德率领三个营的怀军 在戎城通往危海的要爱 桥头级跟日军开战 在日军压倒性的军力之下 他们很快就退回来了 李鸿章也不让他们硬打 李鸿章让他们不要死守桥头级 要退回危海南岸炮台 还是守卫炮台更加重要 怀军退了之后 孙万领也退了 他根据李炳恒的命令 只能跟在怀军后面 不要到前行打仗 他们退了之后 并没有去守卫 马上要面临危险的南岸炮台 而是直接退回到的烟台 去守卫李炳恒的驻地 按照防区的划分 桥头级并不属于危海的防区 是属于李炳恒的防区 李炳恒让戴宗先派怀军去防守 就已经是不合适了 现在他派出的军队也退回来了 而且是退回到烟台 放弃防守桥头级 是需要负军事责任的 那这个责任 李炳恒找了个替死鬼 他把颜德胜给处死了 他说颜德胜带兵作战不力 一路溃退 导致桥头级失手 颜德胜确实啊 他从跟日军交战开始 无论是防守戎城 还是防守桥头级 每次都是战败 但是我们要看到 李炳恒让他率领的是 五个赢的民服 这样的处决 对于颜德胜来说 很显然是不公正的 而且我们几乎都能看出来 这根本就是 李炳恒在之前就设好的一个局 他就是为了让 颜德胜去当替死鬼的 在桥头级阻击日军失败之后 李鸿章就有了不好的预感 他给丁汝昌发出了一封密电 这封密电里面 他让丁汝昌派出士兵 到南岸的各个炮台上 要是看到炮台万一守不住 立刻就拔掉各个炮台的横栓 扔到海里面去 以免炮台被日军利用 日军过了桥头级之后 逐渐就逼近了虎山和南北湖口 虎山和南北湖口这个地点 是荣城通往南岸炮台的 最后一道要碍了 这是清军阻击日军的最后机会 戴宗谦亲自率领怀军主力 在这里恶手 因为李鸣恒不派兵 戴宗谦是把北安炮台的守军 都临时给调出来了 在这里坚守 戴宗谦是李鸿章怀勋体系里面的 预员猛将 他对自己的士兵也非常有信心 在战前 他就提议要主动出击 主张积极作战 但是被李鸿章和丁汝昌给压下来了 李鸿章命令他 还是要防守要碍 根据炮台的优势和要碍的优势 采取防守策略 戴宗谦一直都不服 多次反驳 但是都被李鸿章给压下来了 现在他直接面临跟日军作战 击战了几个小时之后 他率领的怀军 无论是战斗素养 还是兵力数量 都不是日军的对手 这时候他才明白 为什么李鸿章坚持让他巨弦恶手 日军很快就突破了 虎山和南北虎口 然后开始进攻南安炮台 日军采取的战术 跟达吕胜炮台的时候一样 也是集中优势兵力 逐个炮台拔除 由于炮台的守军 就很大一部分都被抽掉到 前线机动作战了 防守炮台的兵力就更加不足了 日军以压倒性的兵力 很快就把南安炮台 一个一个都给拔除了 南安炮台在几乎全部都沦陷的时候 防守南安炮台的清军 已经死的死逃的逃了 这时候日军突然发现 在龙庙嘴附近的沙滩上 出现了击败鸣 穿着红色军服的 北洋海军陆战队士兵 这批海军陆战队士兵 是丁汝昌派出来的 丁汝昌把海军仅有的 3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 派到了岸上 执行一项悲壮的任务 他们的任务 是去夺取那些 已经被日军占领的炮台 然后把他们炸毁 尤其是南安的赵北嘴炮台 赵北嘴炮台装备 有两门280毫米口径的巨炮 三门240毫米口径的巨炮 这座炮台如果被日军所利用 它的射程可以直接威胁到六宫岛 北洋舰队也时刻会处于 火炮的轰击之下 赵北嘴炮台也是南安炮台 坚持守到最后的一座炮台 守卫炮台的清军 正在顽强地抵御着日军的进攻 这时候北洋海军陆战队 顶着敌人强大的火力冲得过来 在日军占领赵北嘴炮台的最后一刻 引爆了炸药库 炸掉了这座炮台 在成功炸毁了炮台之后 这300名海军陆战队的士兵 被日军河北到的海边 也全部都牺牲了 关于北洋海军陆战队的 这次英勇的行动 在清朝的档案里面 甚至根本就没有记载 最后是在日本的资料里面 才发现了这段历史 根据日本资料的记载 北洋海军陆战队的作战素养 远远高于清军陆军 南岸炮台彻底沦陷之后 戴宗谦退回到了北岸炮台 戴宗谦是原猛将 他带领他的士兵战斗到最后一刻 都没能抵挡住日军的进攻 在士兵的训练和人数巨大的差距下 戴宗谦已经完全没有了 战前的锐气了 他已经把北岸炮台的所有士兵 都调去机动作战了 现在北岸炮台的100多门火炮 只有19名正式士兵 还有200多名水雷营的学生士兵 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上万的日军的进攻 丁武昌这时候坐着山板 到北岸炮台来了 他来和戴宗谦一起商量 北岸炮台的防守策略 当他看到北岸炮台 只剩下这么少的士兵了 丁武昌就知道了 北岸炮台是守不住了 丁武昌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北岸炮台必须全部炸毁 戴宗谦不同意 戴宗谦虽然理性上知道 丁武昌说的是对的 但是作为陆军的将领 他坚决不肯放弃阵地 他要与炮台共存亡 丁武昌很无奈 他派出士兵把戴宗谦给架走 架到船上带到了刘宗谦上 然后他让留守的士兵 把北岸炮台全部炸毁 随着一声声巨大的爆炸声 丁武昌的心在滴血 戴宗谦到了刘宗谦之后 当天晚上就吞金资金 第二天上午 日军占领了已经变成废墟的 北岸炮台 到此为止 威海卫的陆路全部实现 北岸海军在刘宗谦 对外的电报和补给也全部中断 对了 我们说一下 山东巡抚李炳恒 当南岸炮台失守之后 李炳恒就从烟台退走了 他一直以来跟朝廷说的都是 烟台对守备威海意义重大 现在马上就让他面临 真正的守备威海了 他立刻就撤了 而且他还带走了 驻守在烟台附近的 数十个营的山东军队 他的山东主力军 从头到尾都没派到对日的战场上 在战后 清廷清算威海实现的责任的时候 朝中的清流党 众口一词的 把矛头都指向了李鸿昌和丁鲁昌 完全没人去指责李炳恒 更荒唐的是什么呢 是李炳恒也出现在了 指责丁鲁昌的队伍里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我开通了1921年到1945年的 专题历史课程 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了解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